在2019年的珠海ZIC摩托车赛上 王一博取得了新人组的冠军 2020年 因为这次拍摄的广告内容与摩托车相关 他才第一次与队友会合 确实距离上次骑车已经很久了 上次就是比赛 然后就没再捧过车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能生巧嘛 你长时间不骑的话 你那个车杆会丢失掉的 所以包括精神上啊 训练上就是一是好久没骑 也可以自己爽爽 自己爽的同时 找回一下车杆 咱们不用在这儿等着呀 那边太一直暖着 要拍的时候 骑过来不就行了 为啥干嘛非要在这儿等着 我也没明白 我们现在刚刚那个导演说 就是我们先到那个点 然后他跟你讲一下 然后就 不是 我说车一直停在那边 然后就是说要讲的时候 我们再骑过来 这样因为那边有电源嘛 可以一直暖着胎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stand by 行啊 所以现在你讲 这就是这样的 不是 不是 真的 车胎也不能两个就有危险 危险 需要胎的时候一脚就过来 对 那我们就 放个对讲机需要我过来的时候 我直接骑着过来 胎是暖着的 好 我刚才讲了 就是后半段会最合适一点的 最后半段 对 从这儿 平时话不多 但只要有想法 就会直接表达出来 好 这边还有那边会很好 姚姚看到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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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留在前头 你切到这个位置上 切到它的内道去 然后两个人有一个静速的 在直道上静速 然后它会放油 然后你就给 然后你放一点它上 然后它放一点你冲出去 然后它放一点你冲出去 然后大面积的超过它 就是一个这样的 然后跟拍车会 在你们的外道的位置上 不含逻辑性是吗 不含逻辑性 我有逻辑的 但是如果有逻辑的话 我不可能一下冲出去 它的逻辑性是什么 它的逻辑性是什么 它逻辑性肯定是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而且它不可能再超过来了 下一个过来 其实我们不切进来 我们永远保持在一个 一条直线上 那我们就开一段时间 就慢慢就直接 我们自己开始就好了 对对对对 就不用慢慢的 对好 可以上了速度 然后有一个稳定的速度 你就直接可以过来了 好 可以 好来 我们试一下吧 结日拍广告之余 勉强在忙碌的工作中 争取到了一天的练车时间